王虹央竹竟因长相神似女新王祖贤 而为人所熟知 更被网友们封为花莲王祖贤 他已去年生下儿子 生个微信手妈妈 没想到日前却惊觉 一直以来都搞错了儿子的名字 央竹竹发文透露自己到护镇事务所 申请户口名簿时 发现儿子的名字写成了庭 于是他立即向工作人员反映称 儿子的庭没有房子 接着他拿出健保卡一看 赫然发现有房子的庭才是正确的 由于当初儿子的名字是找算命师算过的 他马上翻出当初的对话记录 才发现自己一直以来都记错了儿子的名字 所有的文件申请书 甚至是定制物品都用了错的字 央竹竹坦言 当下原本想要直接帮儿子改名 但考虑到孩子的选择权 就不浪费有限的改名机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